fansupermark.com 那么我们就结合了由上而下以及由下而上的投资取向 那么由上而下的投资取向呢 我们将会研究整个亚洲债券市场的供需求 也看了整个市场发行人的这个发行人的指数 以及供需的需求呢 那么我们再来结合一下我们由下而上的这个投资取向 那么我们将会以管理层会面看个人公司的财务状况 以及分析拥有比较叫我们讲毁约风险较高的这个发行人 那么我们相信投资创造价值的关键是在由下而上 我们将会找出拥有比较高质数的发行人 以及找出有一些拥有比较较风险的发行人 那么我们将会投资多一些在这个有质量或是有质数的发行人身上 基金主要持有的债券有哪些?债券发行者的数目又有多少? 截止2012年6月30日 资金持有和共93家企业 政府和班政府的债券总共有114只 基金是否会对单一债券发行者的投资比重设定上限? 根据投资的限制里面 资金拥有一个非单一政府发行债券的比重 不能够超过百争至十 那么实际上我们的资金只有单一非政府的债券 一般不会超过5% 在亚洲高收益债券的投资范畴之中 基金所看好的国家市场或者是行业有哪些? 尽管热煤的价格转落里面 但是我们对印尼的人员或者煤矿持续的看好 那么印尼的煤矿叶子跟欧洲以及美国的比例 有一个很大的差别里面 印尼的每吨开采的煤矿的成本 平均是在35到45美金之间 但是在欧洲以及美国 大概是介于70到75美金之间 那另一方面 是否有哪些投资主题是基金所不开好的? 基于这个长期切发一些业绩的记录 以及这个企业的管制的问题 我们对中国工业的投资范围保持谨慎的态度 在哪里 我们对中国工业的发展 我们对中国工业的品牌 都可以把这个资范围保持调整 我们是随着的 我的保持调整 的目标 是 但是 这就是 我们对中国工业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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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